字幕提供 喂,哥仔,在搞甚麼 我正在找玉敏在哪兒 甚麼玉敏在哪兒 甚麼,今天25號 我正在找玉敏射馬購買車在哪兒 甚麼不是,1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25號已經可以交 如果1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會虧了一閘 喔,原來這樣的新玩法 又是月尾,借電腦來 讓我自己交月費 來,沒問題,拿去 小姐,沒事吧?沒事吧? 你先進來吧 吃了羊 你先進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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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太小了 我走過而已 差不多了,走過 你先進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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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甚麼都沒有說過 不要跟他們爭拗吧 先生,傻的 他們 回來第二節 我們剛剛看的那段影片 就是最後 我們在影片中看到的人都應該沒事 根據我看法的 但是我想說 其實剛才那個女生已經很危險 是的 你看到好像沒事 其實我第一件事是看她沒事 因為現在是可以有事 可以有事 她可以去到一些位置 我也覺得 衝過去就扯過去 這些 強搶文女 你瘋狂的 那些瘋狂 那些瘋狂 真的瘋狂 這班真是瘋狂 那些瘋狂 所以 因為 我不是不敢演責 但 剛才那位 黑色衣服的少女 她是因為她仍在用常理去想香港 她還未到離譜那隻 她只是覺得 你這班警察 我又沒有戴口罩 我又沒有 你可以怎樣 她不是吵架一下她 未吃了還是吃錯 又又忘記了她說什麼 但我告訴你 你應該都聽過 之前只不過有個年輕人 在她們走過 她都沒有什麼 問她們是否跌了良心 或者問她們的良心跌了在哪裡 之類的 好像有一個骨頭 打爆了頭 聽過了五、六針 聽過 這些是有 是 是 你怎麼說呢 這些是有常理的嗎 你沒有什麼常理的 這些 你仍然相信她是一個 怎麼說呢 在你的世界上 覺得 沒理由這麼離譜的 但我告訴你 真的可以很離譜的 而 你這些這麼離譜的人 你想想你怎麼可以 可以在一個 沒有監管她的情況之下 繼續被她執法 好了 現在在說監警會 又加了幾個 加了兩個 一個 前教育 即是港英時期的前教育處長 余麗清平 一個是林定國 資深大律師 以前做過大律師公會主席 即是 現在叫做 五大訴求 有一個 叫做拿到回來 是 你這樣寫 文明是這樣 對 他撤回了就撤回了 不是 這刻還沒 因為聯德仔還不相信 這刻還沒 要等復會 要等十月復會 真的 是 因為他們的懷疑程度太高了 為了做節目 我當這個叫做有 應該 當有 你現在剩下的四樣 當然 紛紛有些建制派 民建聯 經民聯 百人出來 很厚難無恥 成功爭取 真是屌你露尾 他們什麼時候出去做示威者 成功爭取 他們兩個人 尤其是 老鼠 老鼠 梁美芬 梁美芬 真是厚難無恥 今天 我也是看到 我沒有聽到那個訪問 但是今天早上 有些人 有些人在加拿大的朋友 有些人在澳洲 有些人在日本 甚至乎在日本 傳一些東西給我看 嘩 這些人在說什麼 成功爭取 他說跟示威者聊過 他說他上過前線 你們有沒有見過他 你們在前線的手足 有沒有見過 有沒有見過這個臭屁 真是 不是 真的 真的不懂得說 不好意思 殺了你 不是 我只是從我的邏輯去分析 就是 如果梁美芬可以上前線 全身而退 都挺奇怪的 沒有新聞出 不過 示威者 不是我認為 不是真的暴徒 你猜那個 之前那個很有型的女兒 那個女兒拿著丫叉的那個 那個是梁美芬嗎 難道你有沒有說 不是這個問題 問題是 你就算他 最後能夠安然離去 當沒有小的手 抖頭才算 都沒理由不出新聞 就是 那個一必然 驚死沒人知道 這些 一對來說成功爭取 屌你老母 真是 石八筆 問題是 你必然最起碼是 好像你剛才那樣的反應 你會圍繞著屌疾他的 你前線的梁美芬 那肯定很多人會拍 難道你給裝備人 給水 也不會 你的動機 你只是在譴責他們 難道你叫他們加油 但怎樣 有些屬於建制派的人 出來領工 自己出版本也不出奇 因為你接下來會選舉 因為你接下來會選舉 其實每個人都會這樣 這也是我另外一個 會覺得 林鄭會出來 說撤回的原因 你知道之前他們開會 有些要選的人屌疾 被麥美娟屌到反肚 我忘記了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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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有沒有屌她 就是這樣說 張華峰都出了街 不是很久的事 好像很久 但其實不是很久的事 但怎樣也好 屌齒她 我是不質疑的 Anyway 那部分我不是十分介意的 我覺得林鄭在很多層面上 她這個時候 提出撤回 都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有10月1日 接下來有9月9日 即是美國的事 你可以先說幾句嗎 美國剛才看到後面 背景有個網上呼籲 這個星期日 就去美國領事館 請願 希望可以 經過這件事 告訴美國政府 雖然一定要 就算香港現在發生什麼事 這條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就一定要通過 希望一定要通過 其實就 說回頭 應該在9月4日 即是美國時間9月4日 這個眾議院議長 佩洛西 其實就 只是說回之前的說話 她都說過 即是 現在就算是 撤回 但其實 香港政府 即是特區政府 或者大陸 北京 都還是未夠的 終於還要做多些 所以就說 在國會復會 即是下星期一 復會之後 馬上就會討論 這條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其實 除了她作為眾議院議長 也代表民主黨 即是Donald Trump的對頭黨 其實兩邊黨 加上Donald Trump 已經說了很多次 在公開都說 現在中美貿易 都要用香港這件事 掛勾 即是如果 如果人 處理不到這件事 也不需要 跟你 即是貿易談 聊天 費蘭斯和你談 那所以呢 其實兩黨 在美國 在國會 其實都已經有 某程度上的共識 那 即是 即是我自己覺得 那個 過的機會都很大 那 我回來了 我覺得其實 沒有你說得那麼大 你不要誤會 即是 什麼香港人 去 請願 我覺得不可以是請願 不過你用這個詞 是對的 OK 根本就是 他 告訴他 是可以過的 其實簡單而言 就是給他彈藥 因為有時候 他民主國家 即是 現在正正叫做 剛剛他說 正式撤回 是不是 也都很懶惰 擔心 會不會這樣 外國人認為 我們收了課 是 然後或者香港會 很多 拿著民主派頭出來的派別 會告訴大家 其實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大家衝擊了那麼久 都已經有點累了 是時候回復和平理性 非暴力的討論 社會才可以再一次回復這個 OK 大家很擔心這些 是不是 我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這些 你最直接的方法就是 一定要參加這個集會 沒錯 或者遊行 我不太清楚 但是地點就在那裏 好了 然後 你要表達給外國人聽 你不收貨 就是這麼簡單 還有這個 我認為這個集會 或者遊行 或者請願 是很糟糕的 是超糟糕的 是啊 因為你在美國領事館門口 是不是 假設 最壞的情況 應該不會被殺 最壞的情況 你被黑警打塵 OK 你被黑警打塵 你立即上國際頭條 必然的 還有他趕不走 現在香港警察 在執法的時候 就是 很糟糕的文雅 用執法 在他要虐待市民的時候 他還是先趕走記者 是啊 是不是 四二師 你問我們瘋狗的勇猛記者 Villiam 都是這樣 一天被人趕走 一天被人趕到黑 他在前線 一般太子地市站 也是 趕走所有人證 毀滅證據 其實真的很可憐 話說回來 所以如果那個情況去到這樣 我其實上集都提了一點 但你原諒我的空氣之中 有時候我不說得那麼白 即是 明白了 我們的聽眾這麼聰明 當你去到 如果你認為那個結果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你未必會有同一個選擇 我上集都這麼說 但我只能夠說到這樣 即是如果有一個 你肯定是一個密室的空間 是不是 的時候那怎麼辦呢 OK 大家都有聽到很多 就是 其實基本上 所有 有少少正常的 我想說什麼 有最低限度正常智力的香港人 都應該有懷疑他真的死了人 但是不能夠 確實 到這一刻都沒有辦法確實 但是其實很恐怖 因為當你明白嗎 當你只有那個唯一的機關 如果它是會去到 所謂的 毀屍滅跡 那就很難搞 唯一 你那個應該是要信任他們 他都可以這樣 不是 你去到毀屍滅跡 大哥 毀屍滅跡 所以 如果你去到毀屍滅跡 基本上沒有任何法理可言 沒有的 哪有法理 他主動毀屍滅跡 那誰查 沒有人查到 所以就算你說 拿監警會有什麼用 監警會是沒有用的 就算你說可能獨立調查委員會 都未必有用 但是 起碼 這些位置 都還可以去查 那你如果用這個監警會 那你怎麼查 不是 所以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們必須要堅持你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不是 你就生活不了 剛才我節目開始說 逃犯條例 現在說正式撤回 未必真的不能再重複 但是 其實當你已經揭露了 完完全全揭露了 就算不當毀屍滅跡 那一堆 你看得到 你有親身經歷過那一堆 那些已經不能住人 那些強搶民旅那些 她有發生過的 是真的有發生過的 那些不關她的事 不關吳奧妮拉 那些不關吳奧妮拉 那些不關吳奧妮拉 就是你不斷有眼神的不滿 或者 還有一段我覺得非常可信的 不是錄音的對話 流出來 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有聽過 你幫我補充吧 大概是這樣 現在我們每晚都要OT 就算我 指著其他被捕的女示威者 就算我想和她發生性行為 都很正常 就是被人聽到的 如果那個人說 我記得我是信的 但我這一刻就不能給你 喂 你去到 這樣的情況 的話 就是 你明白嗎 如果 而最嚴重的那件事 是他們都 認為 是沒有枉管的 他們亦都同意這件事 現在很可悲地 大家不知信不信 我以後下來講這一句 不過已經很多人不會反對 現在很可悲地 未出現大屠殺 大型的公開強姦 只不過是因為 這句很難聽 只不過是因為 多謝他們 如何偽進也好 他們都在香港受教育 最基本的事情 他們應該都還有一點 我不是說全部 不是全部都禽獸 因為當你不是全部禽獸的時候 都還有一個 現在還有什麼 還可以坐在那裏做節目 但譬如你去到一個位置 尤其是當你很多時候 會被別人 會被你的同事誘惑 是嗎 你想一下 現在他們故意 給了這麼多 那些 中國的部門下來 他們當然是沒有偏好 必然是沒有的 然後 你們自己原本那一隊 都亂了 好了 到了最後 敢敢說 正常來說 會不會有平息一天 應該有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 好了 到你平息一天 那個時候 你說現在 那時候真的發生了這些事情 因為你始終你下一個 去做特首也好 什麼 我現在不知道 將來會怎麼發生 可能總統 特首也好 那個人 他必然要去 處理自己的警隊 是 好了 當他要處理那隊警隊的時候 他便要查完這些事情出來 但是你根本無法查 因為你一說他是香港警察 你一定要加入 他便會告訴你 其實他們是武警 他也有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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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到中國 亦都不需要受制裁 是不是 即是回到中國 就是香港警察 那些 即是你現在處於這樣的狀態 所以 我剛才鋪了很久 我最討厭賤 他還未能說 我真的肯定百分百被罵 但在被罵之前 我首先重新一句 五大訴求 決一不可 OK 那我現在說了 是 在一個位置上 真心這樣說 是必然會有泛民去妥協的 OK 是必然的 甚至乎 其實我真的很不想說出口 我嘗試隱藏少少說出口 你會發覺近來 有些派別的人物 是沒有被人拘捕的 OK 你會發覺 你很可憐 這個又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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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覺是這樣的 你現在說 那些議員 公民黨拘捕了一個 你跟我用消去法嗎 即是我現在數 歐樂軒 他又不是民主黨 你那個苦主 什麼苦主 鄭松泰 對 鄭松泰 二月公民 對 二月公民 剩下什麼呢 周庭 香港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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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眾志現在立法會是無謂的 但都被人拘捕了 但他都被人拘捕了 他都被人拘捕了 他都被人拘捕了 純粹是說泛民 好了 只剩下民主黨 還有張超雄 那樣混蛋 這個工黨 剩下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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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專業 那些 那些 怎樣都好 去到一個位置 是會發生妥協的 這個是 我說了很久了 我也不譴責 大家那個 那個 光譜不同 OK 你必然會是這樣發生的 但是呢 在獨立調查委員會成立之前 都不會發生的 因為這個是有得爭取的 OK 而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是建制都會支持的 不是全部建制 建制都會支持的 而你不能搞定這件事 是大家都不能生活的 OK 很清晰 就是說什麼 獨立調查委員會 絕對不是 在我的世界 絕對不是說 因為要查721 或者831 OK 是你必然要有一個 真 就是取代監警會的 監管的制度 制度 是的 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件事是不會做到的 OK 但是你要由於這件事 去查什麼什麼都好 你要衍生一個新的系統出來 好了 或許可以這樣的 就是 你將警隊解散 OK 重組那一隊 你不會就這樣解散就算 難道消防員去捉賊嗎 是嗎 你解散了它 你重組那一隊 但是你必然是這一隊人 你是不可以留在這裡 繼續 所謂什麼東西服務香港市民 當然不能 而這個 竅門的地方在哪裡 聽著 就是 瘟死成立了類似獨立調查委員會的物體 而我一直預言 是會發生的 它未必叫獨立調查委員會 OK 但是這件事是會發生的 之後呢 其實我們長順是容易打了的 OK 關於他成立這件事 我們長順是容易打了的 為什麼呢 因為 警察會發覺 屌你 他昨天說的撤回 已經是一堆人出來說 那你會不會出賣我們 之前世神匹會說 不會撤回的 即是跟之前世神匹怨 現在世神匹怨說 不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一樣 對嗎 到一個位置他需要他就會成立 我不是煽動你們 沒有人相信 警察 一定會成立的 OK 而這件事出現之後 這些人會發覺 屌你腦袋 原來沒有免責的嗎 好了 那他們就不會太離譜了 在那一段時間之後 但會不會反桌呢 跟他七婆 那就不知道 如果跟他反桌又過癮 又很精彩 反桌你就會支持他 鬼打鬼 但應該就 但也要解散 對 解散的其中一個 我為了一集來講 但我覺得 政府要想辦法 解散重組什麼都好 就是你不可以再請魏俊仔 是真的不可以 你知道魏俊仔為何來 就是因為 正常有學歷的人 有知識的人 都不會當警察 即是在2016之後 好了 怎樣大量空缺 他要為了 他要補充最低的學歷 讀魏俊就當成了 他們讀的課程都是廢的 好了 我覺得你重組的時候 你必然要做一對 比較有知識的警隊 你現在有些調查都出了 不過我之前有調查出來 我講幾次 其實主要在這個社會上 會支持 所謂的撐警 或者撐政府 都是學歷低的 或者年紀高的 當然偶爾有一兩個學歷高 他會支持 但那個就不在 主要群組那裡 那個比例很少 他是因為有個人利益 他心底都知道 這個是混蛋政府 不過他是有份 賺到錢 他是既得利益者 他舔到 但他不代表知 他知識告訴他 這個是正的 但是我剛才覺得 有些人是覺得 現在的政府 或者警察是正的 就是梁家輝 可能是 不過梁家輝 應該不會是 他也應該沒有那麼 很笨 他也只不過是因為 上那套 深夜的食物 但那套戲 就有報應 他扮雞叫才叫報應 他最近那些 上鏡子的樣子 都是那些很痛苦 扯路很痛 整天受委屈 不過他也挺委屈 你做人做到這樣 都挺能接動的 堂堂一個影帝 真是 就算了 好了 然後 其實當你獨立調查委員會 類似的事情發生之後 當然會有些人分手 但是 你怎樣都要 怎樣都要 都要立起來 看看有沒有辦法 拿到 所謂的真普選 你沒有真普選的話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 其實真普選都不會 會解決一切 但是 那是一個最 我認為 一個最 最 起碼的條件 去繼續生存下去 為什麼 另外兩個 如果 你沒有辦法 在那一刻拿到 是不要緊的 OK 就是說 這三個訴求 必然一定要拿得到 無論 不計多少的犧牲 都要拿得到 因為 一旦你有機會 所謂選自己的行政長官 或者特首的話 其實另外兩件事 就更容易發生 這個是這樣 你的態度也是這樣 五大訴求 一不可 沒有問題 但是 是不是同一種手段 去爭取 這五件事 我覺得就未必 因為其實是 是惡勤的 老實說 你要在這一任政府那裡 要這一任政府說 要將 被捕人士釋放 或者是 要將 所有的 暴動定性 都要 抹走 抹走 對這一任政府 是困難的 那件事 因為他 因為他 當他做這件事 簡直是 根本就是 我也不懂解釋 因為 當他做這件事的話 其實反過來 就是 他有些官員 要立即去坐牢 是啊 其實有少少 像大陸的情況 不過這個 就不花蝙蝠去說 而且這件事 不可能沒有人要問責 除了一個七婆之外 當然黑警 就不用說 這班 已經是眾此之的 但是 我覺得就不止 他不止 要單單 要下台 這些問責 不止這班人要問責 還有很多人 都要問責 這件事 是啊 直接要抓他坐牢 所以 譬如你有個所謂真普選的特首 突出出來才算 那他 他要選的 到時 或者 很簡單的 一個道理就是 如果 連由 人民選出來的特首 他都不會做 或者做不到 做不到 剩下那兩個訴求的時候 你覺得 你現在這個特首 更加不會做那兩個 是 我純粹以邏輯分析 我沒有分化 沒有話 先打得多 對 你的先後次序 或者 我的先後次序是什麼 其實 說真的 這三件事 都是我一開波 預計會得到的 真普選 沒有預計得到 因為那時候 是林鄭下台 林鄭下台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和正式撤回 我都是預計會發生的 剩下兩件事 是比較難的 好 時間到了 最後呼籲一下 大家一定要參與這個 這個星期日 9月8日 2時 就在美國領事館 是的 你必然會看到我 我應該那天都會很囂張 跑來跑去 養生養世 大家不妨用鏡頭 捕捉一下我 因為我覺得那一刻 可以亂來 但你不要亂去攻擊美國領事館 屌你老闆 是會割席的 那就會跟你割席 你不要說屌你 你說我不會割席 你打架美國領事館 我當然跟你割席 我段估都不會有 如果有的一定是鬼 我告訴你 一定是鬼 不就是主動打架 如果走去美國 搞事那些 一定是鬼 我告訴你 近期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一定是鬼 這個就很明顯 我盤著 被任何人譴責 我都會做這件事 立刻按下 要按下 打架他 沒有人一談 這只是為了節目效果 不要拘捕我 拜拜 是鬼 那是鬼